啊而且要等到这个倒在麦田当中啊 直接被补掉 那夫人本草应该是感觉要跟悟空直接打了吧 这个暂时走是不太好走的 我悟空打了点凶啊这一局 子弹效率非常高 这边永远一个人过来 能屏住吗 无济于事 用起白了马 嗯 在窗口的位置是直接秒到Forever的头部 现在现在只剩GADV了 那对于乌空来说前期这么大的优势 肯定是要将阿伟这个分析给拿下的 直接想开车过去了 已经锁定了阿伟的位置 又是白了马 白了马这一把也太厉害了 是的他打了三个 他的出枪效率比也太高了 嗯 基本都是秒杀 直接爆头 吹枪 这一波应该是为上一把直接洗一波 嗯 上一把的耻辱这一把打回来 那你看看胳膊的枪到底有多硬 我呦这个过程再打一枪头再来一枪 感觉就危险了 现在DT就很尴尬了 能去那儿啊 学来也不是很多 倒点之后必须先打药 前面还个整队MCG 这去哪儿啊兄弟 MCG应该不会去他 下来 墓子里应该是翻车了吧 是不是车翻了呀 反正已经搭下来了 对吧 对补了 在麦田上面 是的 好 另一边 一波大忙渣 损失了一个墓子里 然后来到 从地图的北边 来到了南边 一再次发力 Cobra王子和陆路直接被放倒 嗯 我圈一回切了 一个东切 那将到很高地的北边的山头 悟空这把打得还是很准 因为手感还是比较热的 他现在又来找SMS了 嗯 SMS正面其实只有两个人 悟空反而正面的人数更多一点 打这个反而也补伤苦掉 嗯 恭喜提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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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后续了 盈盈还有没有机会发挥 有反坡 是的 他已经去绕了 SMS刚刚支援过来先把人补掉 我当时吃了一个雷 是的 但是打底波 对方没注意的 倒过来有背身 但是地面白了 哦 这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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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侧翼啊 头颈上是直接将SMS参与的编长是直接收掉 对打了个串烧 不过英英这个打法其实我觉得是要继续打下去的 先看这一波吧 巨幅 手雷是直接把MTG大的只剩下一个近点 只剩下了零步 赶紧补 是的 补掉对方手感最好的Grey 灰灰 嗯 小五还在赶过来的路上 有雷吗 这个位置其实基本上判断的比较准确了 刚好炸到脚边 再刚起来 上面刚扶起来就被炸倒了 而且车炸了 嗯 这种边缘其实也是由于在二圈的时候 呃 出去的选择确实是比较尴尬 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而且被锁死了 嗯 再说 新的做足 呃 我觉得思路是正确就对 完全非常好 是的 不怂你 他当时他在在车期打FM的时候 他在车上以鼻子打中 然后打一只剩一个点 其实在山顶上是不断的抽把 全是分数 对于安息来说是想要尽快的去解决DT的这两个人的 但是这个过点的话有点不太好过 好 头顶上尖霸的枪线这个覆盖范围确实太广了 而侧夜CDG也在心 再看一下南部DT包括FY FY一直在是一个洛杀信息 嗯 放倒一个放倒了95k啊 来了小唐从脸上 哇一把酒鸡 好死个对方怎么掏住了喷死了 谁去手楼啊唐弟弟 三个问号头顶 就是小唐 防守的点位 算是第一枪位的 这种第一枪位对方两个人的话 就是补枪你是不太好守的 是的你守第二枪位的话 其实我觉得会稍微好的 因为最起碼 你能他就他能提供给你这个人投掷物的一个时间啊 但是第一枪位就没办法人投掷物了 或许情况紧急对吧 哇又是个高打低长龙 最后一下自行转头小虎倒地 但是近点对方已经扑上来了 头顶的队友要给足压力 还好高低友 哦哦哦哦 黄祭罗一颗雷加啊 这个这个位置全部找到两人 RBS这一步瞬间就没了 哎轻松团灭掉了RBS 杰弗还这一步 还没进圈 而另一边悟空的话是 持续的尝试推进 但是被推敲更林 直接拦在了外面 这把拿到10个淘汰 真是不太好推啊 原本也是经历过几波战斗 他现在的一个总继分 53分 毕竟他挂在一个蓝圈边缘 DTT已经将他架死了 开枪啊 德勒就好抓了一波台 赫勒再打一个 将职员过来的天天给打掉 手机DTT找机会 拉上去要清理残编 但其实这个手机DTT要当心啊 因为自己的队员是有导力的一个情况 一个人在枪一个人服务人 另外一个人卡边 我DTT现在只剩下6-1 57机被蓝圈垫倒了吗 这有可能是吃了远点 这个一枪头的伤害 然后只好碰了一下蓝圈 那这个蓝圈应该是不太好 德勒这把发挥的也是比较好 在蓝圈边缘的日子是不断的开火 就怕分数被远点的人K嘛 他现在 毕竟是这种这种山坡 刚刚FGY和林强的一波造 隔了一座小山坡 但是他们知道这个信息 先针对远点 不带圈的队伍 是的 这个蓝白之间确实是不太好过 因为你这个山坡 毕竟有一个下坡的一个坡度 过点是不太好走的 天哪两个人 想上山收分 这边有个空头 但是两个人 这个空头应该是被拿过的 三遍啊 对 FGY这波也是顺利的 把进点林强这根刺给拔掉了 而且DDT刚刚吃到了 FGY的枪性以后 不敢轻易的再向圈内进 只能在蓝白之间 正好一会儿就要和 天霸来一波亲密接触了 六一已经倒计 是的 而且要是蓝球伤害 这个我就不好服了 他 我感觉他扶起来是不想给分 对 扶起来就不给分了 我们就 我们就在这里双双成河吧 是的 扶起来不 我的天 哦 看天气这个手来 地力够够 你使用之间吧 太远了 那这样的话 远了远了 都不给分了 是的 小九 洞悉到这波信息以后过来 厕所静点是有人的 而且头顶还有一个崔七一 哇 崔七一已经八个淘汰了 八个淘汰 我晕了 小九的静点 嗯 天霸还是有一点编位 就是可以往上去踩一踩的 然后现在 程序当中是 TMA跟KRG 取神将菠菜给打掉 那House Girl的话 在这个洗车房的位置 也已经锁定了 我常常最愿意的依旧是DSS啊 这看取神炸倒了 其实取神血量确实比较低啊 是非常的精准吧 这个手来也是定位的很准 嗯 雅皮赛远点 价点 那 不把House Girl打掉的话 取神是救不了的 最服 把队友直接 对 对 蓝圈收缩的还是 没有那么快啊 可以救一下 比较慢 嗯 这枪摸进来了 其实对于 P72来说是有点可惜的 没啥掩体 主要是 不过七七发挥 把牙皮给放倒 没错 最近是往南迁的 这样的话 七七应该是孤注意志啊 想往前压 你看这个圈 哎 又回去了 是 而且 谁抱头 拨一拨 单车 比较 熬下去了 还能救吗 从 七岛地 场上不允许用满边 是的 七七最后还是将 牙皮的分数给拿下 是的 过去这个信息以后 直接压过来 F2I 先博两好了 Sky 8打2 6 补掉8 5 7 这个DSS的站位 感觉像是一个防守站位 F2I打得很 底部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 就是 受到队友的支援 队友在后点了 是的 这波很关键啊 这种反打对于七七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七七有机会就拖人了 可惜有烟 不然两个大卫生啊 看到了 雖然被摆 但是博亮还是把李白给放倒 七七也过来了 龙四哥知道 石头后面有一个 但是 独狼吃鸡 这两把天霸都是独狼吃鸡 对吧 天霸还14个淘汰 真的是 恭喜到天霸啊 这一局14个淘汰成功吃鸡 我是不是Patreon